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吴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吴 今天这期啊 跟大家聊一聊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 让美国人让老外登脸面丢尽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啊 意大利的总理逼美国人表态的一个新闻 这还是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欧洲一直以来的潜规则如何摊在桌面上 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 那欧洲人尤其是老欧洲人的脸面 如果被扔了出来 那欧洲未来将要发生大变化 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那欧洲一直以来的潜规则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来聊聊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跟大家提一个醒 今天的新闻是一个地禁式的新闻 咱们得回顾到几个月之前的新闻呢 几个月之前海外的媒体一直在炒作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 然后当初啊这个新闻里边最诡异的一点 那就是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态度 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一直没有表态 几个月之前海外的媒体疯狂的报道 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提到了梅洛尼没有对这个问题有答案 这个问题为什么怪怪就怪在这儿 然后海外的媒体一直疯狂的报道 意大利看起来要一定退出这个一带一路了 但是呢这个梅洛尼啊没有表态 当初啊可能很多同学啊没有看清楚这个新闻 今天啊这个消息就会更加的一个清楚啊 首先啊讲到五月份的彭博社的报道啊 五月份彭博社报道啊 美国一直在游说意大利啊退出一带一路啊 但是由于担心中国的经济的报复啊 梅洛尼的外交顾问还在讨论这个潜在决定的细节和时间点 同啊有些消息人士啊 称啊这个意大利的内部人士称啊 这个要退出一带一路了 海外的媒体报道 然后一直沿沈岛啊 这个美国开始施压了 施压意大利 但是意大利软弱 为什么呢 因为意大利的梅洛尼担心啊 中国的经济报复 所以说呢意大利现在内部还在讨论 可是呢最新的消息来了 这个意大利啊 这个梅洛尼啊 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啊 真的是一个右翼啊 欧洲右翼啊 他真的不是吃素的呀 这也算是让大家看到了意大利的这个啊 梅洛尼女强人的一面呢 为什么这样说啊 看一看啊 最新的消息来了 梅洛尼直接表态了 就退出一带一路这个事情啊 对不对 意大利的总理表态了 之前跟大家讲 海外的媒体报道 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的时候 没有提到梅洛尼的态度 梅洛尼也没讨论 对一直到后来美国出来了啊 要施压 意大利的总理软弱 担心中国经济报复 然后到现在梅洛尼反击了 梅洛尼反击的是什么呢 拜登从未向他提及 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的倡议的这个课题 这个话其实非常的硬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之前报道 你们啊 美国人掌控的媒体报道 然后的话 让我意大利啊 要退出这个一带一路 但是呢 你你没有一没有表态 你没你拜登没有跟我提过 让我退出一带一路 什么意思啊 意大利总理这个话 其实非常的一个有意思 然后的话啊 你拜登如果让我退出一带一路 你就说话呀 对不对 我意大利加入了这个一带一路 那你拜登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 那你说呀 你说让我退我退呀 什么意思 那就是把美国推到了中国的面前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别老强调我意大利人啊 也别不要老强调我意大利人 什么软弱啊 担心啊 这个中国的经济报复 不要老强调这些 你美国人说 对 说个话 对不对 你美国人说个话 说个硬话啊 欧洲国家都退出一带一路 我意大利退 也别说欧洲国家 就说G7 对不对 我意大利是G7的一员 然后的话 这是主要的啊 你美国的小盟友 啊 我G7 一员的意大利 你让我意大利退 说 对不对 你美国啊 直接向我意大利施压 对不对 拜登直接向我梅洛尼施压 让中国跟你美国啊 对着干 你别老把我意大利推在前面呢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啊 这个梅洛尼曾经啊 表态 说啊 这个意大利没有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这个倡议上面啊 然后得到什么多大的一个利益 今天跟大家讲 待会儿跟大家讲啊 就是意大利直接把欧洲的一个潜规则给扔了出来 就跟梅洛尼说的这个话 他相关 梅洛尼说这个话 其实某种角度不见得是在对中国说呀 他其实是在对欧洲说呀 大家先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啊 咱们先讲完前面这个新闻啊 梅洛尼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态 其实是把美国人的脸面 基本上快给撕光了 美国最近一直以来的表现是什么 那就是你们上 你们冲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嘛 美国人就指望自己的小盟友往前走啊 自己躲在背后啊 你就像之前跟大家聊 美国对中政策最开始 尤其是拜登上台的时候啊 高呼要脱钩 对不对 然后拜登布林肯访问欧洲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讨论最多的议题 就是啊 与中国脱钩 欧洲会不会跟中国脱钩呢 那个时候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可是你美国你自己不与中国脱钩啊 对不对 你逼着欧洲人脱钩 你美国人几个意思啊 你包含最近北越的新闻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北越进日本 要开个办事处 然后的话 你美国人也是把日本人推在前面 日本人也不冲啊 怎么样不冲啊 之前跟大家讲了吗 在台湾问题啊 美国 美国称啊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 报道 美国向日本施压 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支持啊 保卫啊 援助啊 这个台湾 结果呢 哪怕连援助台湾 日本政府 岸田文雄 也不点头啊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 你逼你美国逼着别人往前冲 没有一个往前冲的 不仅现在没人往前冲了 大家还撤火 尤其是意大利还撤火 你说呀 你拜登说呀 对不对 你拜登说让我这个啊 梅洛尼 然后退出这个一带一路 让意大利啊 退出一带一路 对不对 你说吧 你说了我退啊 说完之后 就成了你美国跟中国的事了吗 你美国直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为敌啊 那中国将如何跟你美国啊 battle呢 对不对 那就是啊 接下来你美国人要考虑的一个事情了 那你美国想要跟中国谈啊 这个气候的问题啊 背后带来的新能源行业 对不对 然后包含什么中美的啊 军事上的这个沟通的机制 你美国想要谈这些 你看看中国跟你谈不谈 总而言之吧 美国人想把别人往前去推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美国推不动了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的 那就是啊 美国硬的时候 美国强的时候 然后你拦着其他的国家 然后不让其他的国家跟着美国 那其他的国家都得跟你拼了 对不对 美国的正义的国家 人类的灯塔 你不让我跟着美国 我给你拼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着 跟着赢家 你能赚钱呢 你能得利益啊 对不对 就跟俄乌的问题一样啊 那为什么之前欧洲人 紧跟美国人 为什么 现在的欧洲人 在俄乌这个问题 说怪话 撤火玩 对不对 法国人天天在那阴阳怪气 四倍价格的天然气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一些欧洲的骑行怪状的国家 在那说啊 这个乌克兰会把我们带入啊 战争的深渊 对不对 把我们欧洲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怎么跟刚开始啊 那么五五又渣渣 就团结在美国的身边 斯维夫特制裁 俄罗斯的树啊 他是有罪的 俄罗斯的猫 他是有罪的 俄罗斯的音乐家 对不对 那也是有罪的 不能听 原来怎么那么五五又渣渣呢 怎么走到现在 奇形怪状了呀 原因很简单嘛 听你美国的话 然后的话成功不了 对不对 听你美国的话 然后的话得不了力 听你美国的话 如果能够支持乌克兰 打赢俄罗斯的话 那未来这些国家就会去俄罗斯啊 分立嘛 对吧 论功的行赏 对不对 大乘的分金银啊 你啊 你晓得晓得 对不对 晓得你很不错啊 然后呢 你给的武器啊 比较的多 你啊 这个支持的钱 也比较的多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啊 拿大多数 拿大份 对不对啊 这个小益啊 小益 你竟然 对不对 你给的武器 给的钱都少 你拿小份 但是不管拿大份 拿小份 都能拿钱 可是走到今天 为什么走到今天 没人跟美国了 现在啊 现在一带一路 这个事情 同样也是这个意思啊 我意大利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之前啊 我不吭声 就像几个月之前 不吭声 对不对 什么叫不吭声啊 你美国报道 我意大利要退出 一带一路了 啊 然后的话 那你说啊 这个美国是呀 你说我软弱 我意大利政府 担心中国的经济抱负 对不对 那我不吭声 但是走到现在 你美国能给我 什么好处啊 我不吭声 有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你自己面对 中国人去吧 对不对 大家把这个事情 看清楚 真的是啊 你要是老拜登 你现在能仇死 为什么 只要意大利 把这个事给掀起来了 那欧洲 其他的国家怎么看 对不对 欧洲其实一直以来 有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非常的有意思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 为什么之前特别奇怪的说了一句啊 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在一带一路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得到利益 按照常理而言 对不对 就应该直接说我要退出一带一路就行了 一带一路不值钱 他提的是什么 提的是意大利没有得到利益 大家没觉得怪怪的吗 怪在哪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 会好奇 怪在哪 怪就怪在 他没有说一带一路不好 他也没有直接说啊 退出一带一路 他只说意大利没有得到利益 意大利在这个一带一路之上啊 这个对于中国的出口啊 确实是啊 这个非常的惯啊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啊 之前啊 关于这个彭博社啊 也报道过 然后的话 这个意大利啊 忽然之间在去年的这个二月份 然后对于中国的出口啊 猛风两倍 然后当时啊 当时这个彭博社报道 采访了啊 意大利的一些啊 欧盟的一些官员 然后的话询问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济上的官员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意大利这个出口啊 忽然对中国啊 多了二倍 可是呢 意大利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商人 他制造不了那么多的这个产品啊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多那么多呢 人家啊 结识了 转口贸易 谁在转口贸易 德国 法国 瑞士 这些国家 都包含西班牙 都在使用这意大利 对中国出口 大家一定得看清楚这个啊 一带一带一路 只要你加入到 加入到一带一路上啊 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税 肯定是优惠的 所以说对于欧洲的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老欧洲 一直以来 在借着意大利做转口贸易 然后赚啊 这个税务上的这个差价 对不对 出口关税上的这个差价呀 然后这为什么是一个潜规则 梅洛你怎么把这个潜规则给扔了起来了 因为你们借着我意大利 然后的话啊 做转口贸易 你们赚钱 我意大利对于中国的出口 那那那我也没有增多呀 对不对 意大利的商品 往中国出口的商品 就那几样 意大利的那个奢侈品 等等等等 对不对 这些东西啊 然后的话 我们没有因为啊 跟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 大赚特赚 你们你们在这借着我赚钱 你们还假装啊 这个什么自由民主阵营的好盟友 对不对 你们啊 不与中国 然后发生这种一带一路的交往 你们不加入一带一路 你们让我意大利跟中国做生意 而且我意大利还得挨骂 对不对 想一想当初啊 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上台的时候 被美国人怎么骂的呀 这就是一个啊 极有意啊 非常的担心 欧盟那个时候还对意大利施压 对不对 欧盟的这个 这个主席啊 这个这个 冯德莱恩还曾经说过啊 真的不乐见啊 欧盟不乐见 像梅洛尼这种政客啊 当选 梅洛尼当选了 对不对 他还挨着骂 他还被被被指责 软弱 还要借着意大利跟中国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 取得税收上的优惠 你们都是好人 你们都是啊 这个自由民主的盟友 就我们意大利 就我啊 意大利的总理 梅洛尼 对不对 就我软弱 你们还报道什么呢 我梅洛尼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啊 这个这个啊 如果退出一带一路啊 那那中国就会经济报复我 我担心我们的这个官员还在一起开会 如何应对这个事 你们天天这么搞 对不对 你们是好人啊 那我是坏人 现在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把这个桌子给掀了呀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梅洛尼讲的那个话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啊 我意大利没有在一带一路这个上啊 是个事情上面啊 赚取更多的一个利益 这个话是向中国喊话吗 其实向美国 向欧洲的其他的国家喊话 尤其是老欧洲国家呀 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不少 但是像机器像老欧洲加入啊 这个一带一路的非常少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加入啊 这个加入一带一路的老欧洲啊 是谁 葡萄牙 然后这边这头的是意大利 对不对 然后的话像法国德国那都得端着 瑞士啊那都得端着 总而言之啊 这个西班牙也端着 对总而言之啊 我们不与中国发生一带一路的交往 我们还是啊 美国的阵营 对不对 我们还是自由民主的阵营 啊 我们都是啊 跟这个中国啊 不能说不共戴天 但是总而言之 我们不同 但是啊 我们还是想要赚中国的钱 所以说意大利与葡萄牙 成为了老欧洲的那个出口 而且还有一些中欧的国家 也加入了一带一路 尤其是包含啊 这个东欧的很多的国家 包含波罗的海 三强国 然后这样 基本上啊 都算是啊 在一带一路里边 自然说啊 这个立陶宛 然后的话啊 退出了一带一路 但是啊 也可以借着立陶宛这个事情跟大家多聊两句啊 如果一带一路给这些国家没有带来利益的话 立陶宛退出一带一路肯定会形成一个骨牌的效应 那我也退 我们都退 结果呢 都不退啊 为什么都不退啊 为什么都不退啊 为什么东欧这些国家跟中国保持一带一路的关系啊 保持的那么的紧密 因为老欧洲也需要他们啊 他不能只能依靠一个国家 比如说啊 老欧洲西欧这些国家 然后中欧的很多的国家 都依赖意大利往中国出口的话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意大利的出口暴风啊 这个数太怪了 大家得啊 分散风险 分散风险 然后的话啊 意大利啊 做点转口贸易 葡萄牙做点转口贸易 中欧的一些国家做点转口贸易啊 这个东欧的国家做点转口贸易 大家摊平了这个啊 这个数量 他就不会显得那么大 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潜规则啊 然后的话啊 前两个月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数据啊 2023年5月30的时候啊 然后有一个数据啊 意大利4月的这个出口下降了2.1% 进口增长了13.9% 这是一个特别怪的事 就是意大利的出口下降 然后进口反而增长了两位数 13.9啊 按照常理而言 尤其是对于一些先进的国家来说 他进口的基本上都是原材料 不口的都是成品 对不对 如果说啊 这个成品啊 出口的少了 他原材料肯定相应的这个进口也会少 但是的话 这个意大利进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意大利的啊 这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都是谁呢 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德国 法国啊 这个美国 瑞士 西班牙 比利时 波兰 这都是排在中国啊 前面的这个意大利的主要的贸易伙伴 大家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问题没有 德国 法国 瑞士 英国 西班牙 比利时 都没有加入一带一路 总而言之 这是什么 这就是啊 变圆形吧 欧洲人 对不对 啊 天天装着跟个啊 贵族的大老爷 是的 对不对 然后天天在那钻着啊 我跟中国 那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天天喊这种话 结果呢 赚着中国人的钱 而且还要利用着意大利 而且还要反讽着意大利 还要骂着意大利 而且还要逼着意大利 要退出一带一路 欧洲现在这些国家虽然说没逼意大利 但是美国逼啊 对不对 美国人为什么做这事 咱们先讲一讲啊 美国人为什么做这个事 体面 体面 美国人的老脸还往哪放啊 G7里边的一员 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 如果一带一路对于美国没有任何的影响的话 美国人就不用去逼意大利退出意大利一路 但是的话 美国如果逼意大利退出意大利一路的话 意大利他不愿意啊 为什么呢 他也自己在意大利一路这个问题上赚着的钱 你美国给我什么利益啊 虽然说意大利跟中国的整体的贸易 他这个总量没有那么多大 但是的话 意大利还是赚钱的 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 虽然说是G7里边的预员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 这个这个经济啊 也是令人堪忧的一种状态 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啊 也非常令人堪忧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意大利 他不管哪份钱 他都想要赚了 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让他退出 然后美国人 你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逼着意大利往前去冲 然后给美国打出那个形象 一带一路不好 意大利退出了 对的 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跟中国对干 意大利不干 现在的表现就是这样 老拜登自己往上冲 老拜登自己顶 对不对 你向全世界宣告 你拜登对我 没漏 你说了 让我意大利退出 一带一路 说 你说不说 对不对 你不说我干嘛要退啊 你说了之后 对不对 那就是你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了 那你美国啊 要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啊 有本事你跟中国脱钩啊 别跟中国做生意 别让中国人赚钱 或者说别别从中国赚钱 行不行 对不对 可不可以 你美国的商人 你美国的企业啊 在中国赚的那叫一个开心 尤其是那个美光啊 对不对 美国的啊 美光存储芯片的制造商 被中国的政府反复的打脸制裁 制裁完了之后 我还要加大量的钱 几十个亿的人民币啊 加大对于中国的投资 你美国都这种形象了 还要什么脸面呢 最开始我跟大家讲 这是什么 这就是欧洲的右翼 为什么这样 对不对 欧洲的右翼 是什么样的一个啊 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那就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着想嘛 左派对大家都知道啊 左派圣母啊 左派这个这个傻白天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右派啊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我不管那么多 我只雇我自己的利益啊 你伤害了我的利益 我自然而然要与你翻脸 我是以意大利的利益为考虑 其实意大利这个选择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了什么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 美国对于欧洲的这个掌控越来越弱啊 如果说美国人能够给欧洲带来利益的话 比如说啊 给意大利带点利益 对不对 然后他意大利可能真的是会松嘴啊 我被你美国人骂 对不对 我替你美国人干事 我往前去冲 我退出一带一路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可是美国人连点利益都给不出来 意大利先不讲究什么叫意识形态的盟友 先讲究 先讲究的是本国的利益啊 你伤害了我的利益 你我不跟你讲什么啊 自由民主 大大阵 大阵营啊 自由民主 好盟友 不跟你讲这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美国怎么办 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 美国的脸面被拉下来 欧洲人的脸面也被拉下来 对不对 意大利啊 替啊 很多的老欧洲的国家充当那个牌面 替啊 你替他们啊 擦屁股 对不对 你们去中国赚钱 从我意大利走 我意大利还得啊 被你们指责为与中国打交道那个立场不坚定的国家 那你们看着办了 对不对 美国人接下来将要如何对待意大利 其实也对于美国人是一个考考验吧 尤其是啊 梅洛尼接下来即将要访问美国进入白宫 与拜登进行会面 然后中国也成为了一个议题 谈什么呢 谈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啊 拜登接下来如何说啊 对不对 向全世界宣告一下啊 这个一定要跟中国作对啊 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 那你就看一看中美的关系往哪走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美国人破坏世界绝对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形象 也就立在那了 美国人能够承担这个后果吗 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无论是中美 无论是中美都在向全世界喊话 我是在维持各位的利益 我在管控着中美的矛盾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是全世界绝对大多数国家心中的一个一个愿望 一个期望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些期望是什么 这些期望就是利益啊 然后的话绝对的大多数的这个国家 他都是中美同时在做生意 从中国赚一百块钱 从美国赚一百块钱 如果啊 这个无论是中国或美国 你逼着他做选择 你要逼着他做选择的话 他起码就是这都 怎么着也得损失啊 一百块钱 站在美国阵营少赚中国一百 对不对 站在中国阵营少赚美国一百 所以说呢 世界绝对的大多数的国家都在那看着呢 你们谁破坏我的利益 谁破坏我的利益啊 我就跟谁翻脸 对不对 中国讲究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美国讲究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 从最开始的脱钩啊 变成新冷战 变成意识形态对抗啊 威权对抗民主 对不对 然后再变成激烈的竞争 然后再变成去风险去依赖 对不对 再变成现在的啊 你中国做我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事啊 中美国也会做啊 中国人不愿意见到的事 还是逗来逗去 但是的话 藏在水面之下的是什么 藏在水面之下的就是 哎 美国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 或者说叫世界啊 其他国家里边的一员 意大利做出选择 退出一来一路啊 你美国如果坐实了这个形象 谁破坏了大家的利益 一言便知啊 总而言之 拜登啊 接下来将如何选择呢 是直接说出来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的话那如何拉住意大利呢 这就是欧洲的右翼啊 我再得夸一下啊 那美国人如果想要赌意大利人的嘴 那交钱 交钱 对不对 那美国人又得损失一笔啊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趋势啊 美国怎么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大家没觉得很可笑吗 连个意大利都收拾不了 不仅收拾不了 到最后不仅要不然是丢脸 对不对 要不然坐实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那一方 要不然就是啊 拿钱出来 连意大利都在要挟美国人呢 这真的是欧洲右翼的一个实力啊 对不对 不跟你讲究那么多的意识形态 咱们别聊那些没用的 就讲钱 对不对 这就是欧洲的右翼啊 偷钱吧宝贝 对不对啊 那接下来 如果意大利得了利了 那其实那个那个欧洲的其他的国家呢 与中国的交往 对不对 不仅是一带一路上能赚点关税的利润 还能从美国这赚钱 你说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办呢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世界正在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你美国要何去何从啊 对不对 不管怎么选 到最后美国都很难走 要不然给钱 要不然丢脸 那接下来欧洲那边 也别装了 也别装了 对不对 中欧的贸易重不重要 其实心知肚明啊 也别假装还要跑到印度去谈 对不对 什么欧盟与印度的什么自贸协议 对不对 你去谈吧 你去谈吧 你能从印度能够赚走多少钱 这是第一 第二 欧洲这些国家 对不对 能够给印度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印度又能够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别假装意识形态了 对不对 这个世界很简单 谁有发展跟谁走 美国能打赢 你拦着他 他给你拼命 对不对 然后站在美国身边 你别拦着我 我不是奔利益去的 我就是奔着啊 我心中的那个理想自由和民主 我就是奔着啊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啊 美国就是我们心中的老大哥 他是人类的灯塔 对不对 怎么而言之啊 这样的美国 你别拦着我 结果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哎呀 那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美国如果往上走的话 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少 对不对 可是大家看到的这种事情 怎么就越来越多呢 咱们等着看这个新闻 未来会如何发酵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啊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